第124章 历史年鉴 德宗十五年齐王返 勾结东夏入侵 天下兵马大将军叶昭率军抗敌 东夏王战中身亡 大皇子哈尔敦退 三皇子伊诺商 群王争处 东夏陷入五十娘混乱 德宗十六年齐王祥赐死一号备 战后南平郡王邪妃叶氏 与江北福无名灵鹫归京 途中戴一子金上喜赐名天佑 德宗十七年叶柳两家多番商议 无名灵鹫入叶家祖坟 立碑叶柳氏引多方猜疑 柳家及南平郡王妃皆不语成千古悬案 德宗十八年 神武将军秋老虎德行出众 太后一旨 尚且守寡多年的荣阳公主 夫满七汉 兴致相投举案其眉 德宗十九年南平郡王妃但一女封华和郡主 德宗二十三年太后轰 德宗三十四年帝崩太子登基改年号德明 德明三年南平世子下修文勤学苦读中举 南平郡王邪妃于秦河案百十日流水艳奢华无度 具在非罪拍案 祖宗十八代庇佑 南平郡王罪答 全因向我 华和郡主曰 妹愿祝你继续投悬梁追赐古 德明四年 南平世子逃亡 德明五年 南平世子专获 娶汉林燕学士嫡长女临世为妻 德明六年 华和郡主逃亡 德明七年 华和郡主下嫁游击将军嫡次子 德明十五年 天下兵马大将军夜昭 谢甲挂帅 德明十六年 南平郡王邪妃逃亡 大江南北 市井江湖 皆出现其行踪 行侠仗义之举 时有闻之 受百姓深爱 德明二十三年 南平郡王邪妃归 德明二十八年 南平郡王轰 享年六十有八 非哀 藏于皇陵 百姓皆称 霞王墓 德明三十年 南平郡王妃 轰 享年七十有二 三军送藏 帝亲帅百官至 追封太子太保 宣武功 一号 中贞 历碑传 女将军书 民间戏曲评书 夜家女传 女从金行 真烈传 流传 千古 和 智庇 属于 第一号 明庭 明序